把他的師父都要跟他聯合在一起 這樣一個強烈的跟努力的連結 然後他回去之後 他的兒子要回去之後 他還帶了一個三泉水 然後帶去日本 然後在他媽媽的婆婆那邊擬過去 所以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日本人 他們在這邊身上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這個事情我們知道之後 那個陳宇峰老師就把它寫成了那個文章 那我就跑到了在2000年的時候 我特地跑到日本去的時候 就去拜訪這個伊特蒙的下一代 因為那個時候伊特蒙已經過世一陣子 他到九十年就來死 但是你想想看 他所有的青春 所有的最輝煌的時候 就在哈里山 因為他那個時候呢 他炮罪也跟他 他講什麼都是第一 他只要說的就是 那個時候有人偷東西 然後被警察抓去 然後警察就送來給他 他就把他打耳光打一打 然後就在那邊回家了 就是非常的嚴厲政治 但是呢很多人都蠻幸福他的 但是呢 他一回到他們的國家之後 就一無所有 整個次定 不過是整個那個 那個變化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他們一直懷念他們 以前在阿里山的種種這些 然後很多日本他們都非常的懷念 所以那些日籍 日籍阿里山人 回到日本之後呢 他們每一年都有聚會 每一年都一直到一直飄連飄連 所以我兩千年回去日本找他們的時候呢 有訪問到這個伊藤門的這個 他們的小孩子 然後他們都說 一起阿里山啦 然後他們 也有都有念到 不破摸破一點點 那這個就是 那這個地方 我們後來有這樣的一個 故事的時候呢 有跟這個 有完單舉提 可是呢 他們完全 你說你也沒辦法管你 他們後來還是把這個黑松幹掉 然後把這個地方變成停車場 然後現在又開始在翻新 所以那個土地一直在變化 一直在變化 那我感受到的就是說 今天如果 那個Tomiko他還沒有死 他如果到了這個地方 看到他原來 日日夜夜魂牽夢掛的這個土地呢 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他的傷心不會非常的深 所以他有點留著那個美妙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為什麼我這樣子講呢 因為 像我每次回到阿里山 看到我出生的環境 開始一直在變光光劇的時候 其實心如刀割 真的是非常難受 當你有那種感覺的時候 就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的解說大概就是到這個點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 後面你們看到高高那個地方 就是賓館 剛剛有朋友問說賓館在那 賓館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等一下會從賓館前面經過 然後就開始沿著公路走回去 去高峰山中 高峰大飯店那邊吃晚餐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 哦 6點 好 那我們回去 什麼問題 請問原本還從中的位置 是在後面 對對對就是後面這個 狂場這個地方 現在都 好那我們回去吃飯 好 這三種的位置 就在這個停車場 請問原本還在已經是有關 那你給人家 你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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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人家 我給人家 你給人家